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RN与LM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与大家分享 何非凡的戏剧人生 今天将会与大家介绍两套 何非凡的代表作品 第一套就是《情增偷到萧商馆》 这套剧本集中描写了 《贾宝玉》与《林代玉》的戀爱悲剧 出身至贵族帝皇帝庭的《贾宝玉》 同家道衰落、衰微、孤身 寄身在《贾宝玉》的《林代玉》 他们两个自趣相投 相互信任、相爱、互相爱恋 但是在《施礼赞英》的《贾宝》之中 《封建礼教》是相当严重的 《封建礼教》统治这个家庭是相当深严的 结果《贾宝玉》与《林代玉》的爱情 亦都在所谓《金玉良缘》的封建制度下 受到制约 遭到残酷的破坏和迫害 所以最终《林代玉》最终唯有焚稿 忍恨而终 而《贾宝玉》也带着悲愤和哀伤 毅然窄去空前的《宝玉》飘然远去 《贾宝玉》虽然披上袋衫顿势 但是他仍然念念不忘木石前吻 他偷偷地去到萧商馆 悼念《林代玉》 而且他还幻想 在幻想之中会见他的姊妹 林妹妹 在这一幕里面 就是全剧的精华所在 接着第二套就是《财王子》 《财王子》的上集是讲什么呢? 在太阴国的国王 为珊瑚公主 珊瑚公主是梅尔饰演的 为珊瑚公主招亲 金国的王子叫做巴渣 这个巴渣王子是由林娇饰演的 这个金国王子巴渣 为求胜出 可能是比武招亲 不惜毒杀太阳国的仪王子 但是被《贺道雄方》揭发了 这个《贺道雄方》是由何非凡饰演的 对了 这个《贺道雄方》举起这个宝顶 三次举起这个宝顶 就勇奪这个珊瑚的芳心 最终要取得武才能够迎娶珊瑚的 于是乎他急急忙忙地去到凌山 就取得这个宝马 但是在这个途中 这个游林娇饰演的巴渣 就静悄悄脱走了山湖 并且乘坐这个宝马 就逃跑而去 接着何非凡 就是这个《贺道雄方》 何非凡 就坐着一个飞煎 就一路追着他 一路追到之后 就将这个林娇饰演的巴渣 就杀死了 经过一场激斗之后 将他杀死了 就救回梅耳回来了 救回山湖回来了 竹枝回到宫廷之后 两个人就喜结良缘 接着这套戏 上集就是以喜剧收场大结局 接着《财王子》也有下集的 原来 下集就承接上集 太阴国的珊瑚公主 和《贺道雄方》何非凡 即是何非凡和梅耳 准备举行婚礼的时候 之后 这个金国的国王 就用鲜苹果 令到这个已经死了的巴渣王子 林娇 起死回生 太阳王国的大王子 石坚 原来石坚就是做太阳王国的大王子 就刚刚来找巴渣报仇 报杀帝之仇 巴渣就即刻嫁祸给雄方和山湖 就说这件事不关他事 就是何非凡他们做的 于是大王子石坚 就用毒胸针作为结婚贺礼 来毒害珊瑚 即是毒害梅耳 之后 接着洪荒何非凡 唯有去尋尋鲜苹果 来到希望救回她的老婆 结果 就和四角的王子 就联手大败敌人 最终 经过一场激战之后 终于都拿到那个鲜苹果 拿到这个鲜苹果之后 当然就要快回皇宫 将梅耳这个珊瑚梅耳公主救回 好 今日就和大家分享 何非凡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 也暂时告一段落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这个鲜苹频道 好,我们下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 何非凡的戏剧人生 好,今天拜拜